在我身邊的我相信大家都認識 不用我再多介紹 今天是假日 所以他就會出現 假日飛刀手陳教練 陳姓陳教練 你好 主播好 各位電視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超級王牌棒球隊的客座教練 客座教練 今天來到超級王牌棒球隊 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不曉得以教練您的角度來看 超級王牌棒球隊這些選手們 他們有哪一些讓你印象最深刻的選手 表現又如何呢 就像我剛剛來的時候 我就看了整個名冊跟球員名單 全部都是單項的 他們沒有學過什麼叫做團體的 而且他們是零開始 什麼都沒有 我就看有啊 他們好像有練 他跟我講說才練兩三個月 而且是一個禮拜練兩三天 那我就很 怎麼會練到這麼 我海味基金有一段時間了 而且你叫各個單項 都是國手級的喔 國腳級的 還有國頭底的 對國頭底的 那種的 所以我就覺得怎麼可能啊 沒想到這個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會發生 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結果今天看了 喔我們說不簡單 他工作人員辛苦 教練也辛苦 他們也辛苦 所以我今天講說這麼少的人數能夠今天達成這個樣子 我也是蠻感動的 那教練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還會想要再回來嗎 應該會回來只是怕沒有通告 就像我其實今天我有活動 一個禮拜之前 那個文兵就跟我聯絡了 觀眾朋友跟我聯絡 就跟我講這些事情 逐夢百萬 我就想好啊 那你其實不如來這裡 所以我是這樣 我希望電視前的觀眾朋友 大企業小企業們幫個忙 每個人出一點錢 出一點力 我們出力 你們出錢 達成這個百萬的一個夢 一定可以 有了教練的拋磚引玉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樂意來幫這個忙 今天非常謝謝教練接受訪問 也謝謝教練在場上 精采的投球表現 謝謝